好了 終於來到山頂這個發射塔 遠足來說 我絕對是一個新手 大家看我一身的裝束就知道我流過劉光華 不要緊 遠足的裝備我會慢慢添置多一點 最重要是自己不要三分鐘熱度 之前我也有跟過一些朋友去逛夜山 都很好玩 逛途程也算多長 十幾公里 當中雖然有吃力的位置 想樓梯 但逛完覺得成功感 同時又可以做運動 接下來我也會嘗試多挑戰不同的路徑 今天我要逛的就是青山 就是香港三尖之一 究竟有幾尖呢 我今天走完就知道了 真的有點尖 但是對於Pro的行山人士來說 這個當然不算太有難度 今天我走這個山 就是有家人帶著我的 我家人是非常熟悉青山的路段 很多逛青山的朋友 通常乘港鐵去到屯門站那裡下車 走過來 那裡都甘甘地 對 因為上山頂呢 看到有些人在那裡玩 單槓、雙槓 在山頂裡玩單槓、雙槓 不是吧 對呀 還有舉重那些東西 對呀 這麼重? 單槓、雙槓 就是他托這條手去做的 對呀 對呀 這麼堅強 魅陀閣 然後這個是什麼來的? 不懂得 紫禁有少少取取的氣 拍這邊很多人放下這個 很多人放什麼? 這些是醬 喔 很多觀音啊 青山寺敬 平日如果是假期的話 這裡是更多人走 是不是?爸爸 對呀 很高級外國人啊 很高級外國人 這裡有一條山頂 這樣走就會去山頂 但是我們就 不是去山頂 那我們就繼續往上走 很多人呢 駕駛一輛車上來 不知道是不是在這裡才 開始走 那會上去 前一點點呢 就是青山寺 那經過青山寺 再上 就去那個 那個信號塔那裡 有點喘氣 我們如果去青山寺是這裡的? 這裡就是青山寺 就是人潭的這裡 有了 那車呢就有了 哦 對呀 還有第二個入口的 我記得 哦 生了? 這裡是劫船 哦 那今天呢 我還帶了一些行山桿 我老爸行山海有經驗 他就說有什麼移動 拿著滑足是好一點的 好了 那剛才經過一個 三叉路位 轉了就一路上樓梯上來了 轉右就去青山寺 那個位置我忘記了 看我老爸是好氣的我 我已經扯氣了 在這裡 哇 修路 我今天呢是挺曬的 但是走到上來 那些樹蔭是遮曬的 因為我很怕曬的 所以呢 戴帽子呀 戴上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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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上去 戴上去呀 戴上去 摔上去 青山徑,我們走右邊上去 如果這裡上去,就不知道去哪裡 好,向右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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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速度是很重要的 小朋友都走上去很厲害 好,紫路斷奸險難行 剛才看到那個小妹丙爸爸跳上去 好,繼續 不要妨礙人了 走了,有沒有一半啊,爸爸 沒有 你有沒有走了一半啊 上山頂 糟糕 但這個景點挺漂亮的 黃金火在這裡 早上有很多人在這裡做運動的 這裡有個平台仔 是嗎 還有那裡 這裡 長者在這裡跑步 哇,那些長者都挺好氣力的 又繼續走這邊 這個波羅山上面是有驚喜的 在這裡拍攝一張照片 是嗎 是嗎 很多人上來 應該 就 到了 好 好了 終於來到山頂這個發射塔 接著 行 有大護室 你看到別人做體操那裡嗎? 好 別人在平台上有一個單角 有一個單角 黃色單角在做雙角 那裡做體操 剛才去過最高那裡有個發射站 然後這裡又好像有個發射站 其實走這些路都很危險 你看一旦滑腳就這樣 真是 那裡有三角 這裡沒有遮擋 前天大家有看新聞 一個男人走獅子山跌倒 這裡再下去就可以走回梁景村 但是這個落斜位很危險 很多沙哩很滑腳 這條路就不容易走 所以今天我裝備不充足之下 就沿路走回青山 今天登山就走到這裡為止 全程大概都是一個多兩個小時左右 但是我下山的時候 雙腳已經沒有力了 要好像阿婆一樣 倒轉落斜 真是收價 首先多謝大家的收看 大家如果有時間 都可以多點去逛山 但是裝備就不要像我那樣隨便 因為逛山都是安全至上的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